我要特別在講 其實這邊當然就不用帶來賓評論 但是因為美國現在一直派空軍說 我在幫你啊我在轟炸等等 最近有一個新聞是這一位 美國前空軍情報分析員黑爾 他就直接之前揭露 因為他良心不安嘛 他說我們之前我就眼睜睜看到 我們就轟炸了平民百姓啊 用軍用無人機 然後呢他就把他訊息透露給媒體 然後引起大家渲染大波 現在說實話說真話的下場是什麼 他要被關四十五個月 因為泄密的關係 所以我就想到說你現在拍拍屁股走了之後 你又來著什麼空襲這一套 說我在幫忙你轟炸塔利班 但是不是最後受到傷害的 又是無辜的平民百姓 剛才也講到平民百姓 在這一個二十年來是死傷最多的 不過我們講到美國常常喜歡 我就駐軍在人家那邊 然後佔盡了便宜 或是說你要掏錢 其實臨近的大家都很熟悉的 韓國 日本 尤其是日本 我們要講到美日要就駐軍的費用 八月要進行談判了 這個談判 其實也不能說是談判了 這是美國開口要什麼 日本請求拜託不要 這是說美國因為要求日方要增加 二零二二年之後數個年度的駐日 美軍經費說就是為了要對抗中國加強軍力 所以你們要一起來加入 所以錢多給一點 日方怎麼回應說 我們財政嚴峻的情況下 我們會盡可能的配合了啦 因為現在正在舉辦的奧運 總支出預估 這是日本自己預估會超過兩百億美元 這是最初他們在升奧的時候 最初的預算的三倍 所以錢真的不夠了 如果說讓他們平民百姓知道說 我繳的稅不只是要花去奧運的支出 還要再給美國更多的軍費 這民眾的反彈可見一斑 但是二零二一年所謂的溫馨預算 就已經花了臺幣近五百四十億 溫馨預算聽起來很好聽 對不對 就是包括美軍基地 水電器的費用 日本駐美軍基地的這些職員的勞務費 訓練轉移費等等 五百四十億覺得很多嗎 主菜在這裡 因為根據一九六零年駐日 美軍的地位協定 你知道所謂的 每日兩國分攤比例是什麼 一比三 就是日本要提供75% 包括如果我這些基地 對周邊的居民造成影響 或是說造成一些什麼噪音的損害補償 這個日本出 私人土地或是國有設施的租金 就是我的基地可能在私人土地上 國有地當然不用說 就是日本給了 私人土地上要買這個土地 要租這個土地 日本出 基地設施的搬遷費 我這個基地要搬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搬家費設備遷移費運輸費 日本出 這個更厲害 設備還有設施的 還有勞務費 就包括這個溫馨預算在內 然後你還要去幫美軍基地修 高爾夫球場 電影院 咖啡廳等等 都是日本出 我們目前所知道的消息 獨賣新聞2016年支出美軍軍費 大約有台幣1942億一年 韓國其實也是類似的狀況 看起來這個所謂的拉著這些美韓 要拉著這些日韓去抗中 一方面說我的駐軍在正面 一方面你要花錢越來越多的錢 甚至韓國也調漲了不少 而且調漲到了2019年 比2019年調漲到13.9% 兩位數以上 對 因為這個消息傳出來以後 日本真的是受不了 因為我想觀眾朋友 應該還有一點印象 就是在拜登後段的時候 就已經跟日本要求 要調高軍費的問題 那雙方也經過折衝 後來日本在美國的高度的壓力下 他已經大幅度的調整軍費了 那調整的軍費 因為對於當時的川普來說的話 他認為是你要求我去保護你 所以我的駐軍駐到你的日本去 因此這一些人員的所有的費用 都應該是由日本來去支應 這是當時川普的一個邏輯跟理解 也就是說我去保護你 那我保護你怎麼我還要花錢呢 那當然是你被保護者要花錢 就好像保全一樣嘛 就是說你今天聘我來當你的保全 那怎麼是我保全自己付錢呢 這不合理嘛 那應該是這個你要付我保費嘛 要付我保全的費用 所以當時川普他就要求就是說 所有的美軍的所有的一切 在日本的開銷 這個日本的開銷 然後他是包含什麼呢 包含就是除了軍事人員的薪水以外 還有就是他在這個基地中的 所有的行政費用 還有就是他的福利社電影院 按摩院等等的 所有的這些休閒娛樂的費用 也都是要日本來支 連什麼眷屬的補貼也是日本出 都是要日本支 然後當時川普還認為說 連武器裝備你也要用租用的 也就是說假設我今天派幾艘戰艦 例如說我派我的雷根號航母 駐守在橫須貨港 那我這個航母駐守在橫須貨港 這個駐守的費用 也就是我這個航母的整個飛機 船艦所有的費用 你應該要跟我租 所以你也應該付這個錢 那這樣子我想觀眾朋友聽起來就知道了 那天價了 日本人說怎麼可能 那我就養了你一個 這麼龐大的一個第七艦隊 那我乾脆我日本人自己養就好了嘛 因為這個軍隊還是你 還是你 那我怎麼可能後來 折衝到最後還是有調高 日本還是讓步了 但是現在拜登上來了以後 再度要調高 又要要了 那對日本來講已經吃不消了 他覺得這樣子沒完沒了 日本本來說跟川普談 川普四十大開口 沒關係我等拜登上台 結果拜登上台更獅子大開口 日本已經讓步了 已經給了錢了 但是現在的情況是拜登要更多 拜登要更多以後 日本他的第一個回應就當然 就是說談都不用談 但是我的估計還是會談 因為美國一定會給日本更大的壓力 所以很有可能 日本在軍費這個部分 就是揚美軍這個部分 坦白說他又要失血了 韓國人一看嚇到了 韓國人就說我已經給你 從我已經調高了很多 我是以2019年做基礎 就是假設我2019年是100億美金 我已經給你調高13點多倍了 已經多了13.9 已經多了13多億美金了 所以你不要再跟我調高了 我們也不要再談這個議題 這個議題是我們美韓不談的議題 那問題就在於當拜登跟日本談好了以後 接著很有可能就再跟韓國談 這個代表什麼 代表其實對於拜登來說的話 他的軍費 也就是說他的財政預算這個部分 其實也都有壓力了 換言之也就是說 能夠賺一筆就算一筆 可是對日本政府來說的話 你想想看 如果說我今天要養你整個美軍 如果包括你的武器裝備我都要養 那為什麼我不自己建立 對啊 就人也是我出 錢也是我出 基地也是我出 然後他們來我這邊 可是他們是美國人 然後到時候他撤走就走了 就是他把他調到哪裡去 就調到哪裡去了 可是他在這段時間的所有的費用 都是我日本資 那我日本人為什麼不創造我自己的就業機會 就是讓我自己的軍隊來就好 可是日本又做不到這一點 因為日本人在心態上 他沒有安全感 他覺得他需要美國保護 他一方面是因為北方四島的領土的爭議 他跟俄羅斯還沒有簽和平協議 那他跟俄羅斯還沒有簽和平協議 等於是二次大戰之後 日俄是幾乎是唯一沒有簽和平協議的兩個國家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話 日本還一直想把北方四島拿回來 這樣的一個情形 再加上朝鮮的問題 還有中國大陸的問題 還有日本人對台灣念念不忘的問題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使日本一直依賴美國的軍隊 駐守在他的國家 可是當你依賴美國的軍隊駐守在這個國家裡面 對美國人來講的話 坦白說 您認為我剛剛講的 假設以川普一個邏輯來講 他有沒有錯 那沒錯 我以為花了美軍 我以為花了人 我在保護你啊 對我是保全 我是保全 那保全需不需要是你自己 你需要保全 那你就要付錢 對那你就應該付我錢了 所以對於川普來講他也沒有錯 可是對日本來講的話 那他這樣子等於是我養了一隻外國的傭兵 可是這個外國傭兵又不歸我指揮 又不歸我運用 我們保全還會聽當地公司的指揮嘛 例如說我們的公司 假設我們請了保全 那保全派過來以後 他是由我來調度嘛 由我來使用 所以比較像是攤商給的保護費那種感覺 對 但是美軍又不歸日本指揮調度 而且他自己本身做主 然後他本身還可以監督我 還可以限制我的武器裝備 那你想想看對日本來講的話 這又不像保全 那你把它解釋成為保全 給老大的保護費比較像 對 那這樣子有點像保護費 所以對日本來說 他覺得我已經給夠多了 因為你已經要求 連他的這個駐地的水電瓦斯 行政費用 還有娛樂 電影院 館廳 那個都有列 我有看 那時候一看以後 還真是溫馨啊 所有的美國大兵 在這個基地裡面的 所有的休閒娛樂 一概日本負擔 你想想看 這個對於日本來說的話 這每一年的國防預算中 有一大筆要支給美國人 那是一個很龐大的負擔 對 但是日本也不只說 只跟日本跟韓國啦 包括北約的國家 他都要求說 在二零二十四年 你要提高到GDP的軍費 百分之四 佔GDP百分之四 甚至美國在德國有駐軍 然後也是要求你德國 你也要調高 你給我的費用等等 那換回來是什麼呢 一個怨打一個怨哀 那日本他會覺得說 可是那美國幫我保全 幫我保護 而且是美國有一些武器 是不是也會來跟我 來協同作戰呢 比如說日本最近兩艘 出雲級的直升機護衛艦 出雲號跟加特號都陸陸續續要改裝 改裝做什麼呢 要搭載F35B 但是大家在講說 日本過去大家知道 因為他們這個二戰的關係 所以他們是不能發展 所謂的航空母艦 但是用這樣子一個方式 來做一個好像有點插邊球的感覺 不過大陸的媒體看法是說 出雲號的改造 並不能打破周邊的軍事平衡 政治意義大於軍事意義 那另外他也認為說 日本企圖借美國亞太戰略提升軍事實力 可是完全你還是在美國的掌握之中 再來就是我剛剛講的 日本試圖要突破和平憲法 來實現軍隊的正常化 第二點其實用日本 現在有所謂的金剛級神盾飛彈護衛艦 這個就很好笑了 就是你知道看起來 好像日本的軍艦 實際上你所有的關鍵技術 全部都是美國唯一空調日本做的 剩下沒了 所以大家就在講說 雖然你日本好像積極的 想要去插邊球挑戰說 我變成我也是可以 有一個軍事實力可以進攻 可是其實看起來還是美國的小弟 這個其實我們必須要去深刻的了解 光是美國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這些國家 在歐洲地區就有18個國家 其實美國有駐軍 美國現在其實最大的駐軍 就是日本韓國跟德國 德國還是有將近三萬美軍 等於這是一個基地國家 這全球各地就是一個基地 也就是說一方面當然它是延續著冷戰時期的 這種所謂叫做 這種戰略上的這種相互的同盟 那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是一個多邊的軍事同盟 那個時候主要面臨的挑戰是來自於蘇聯 那在亞洲呢美國都用雙邊的軍事同盟 那種美韓美日以前還跟我們台灣 美飛對不對 然後呢美澳紐 所以基本上其實它肩負的當然 它大概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個國家 有這種我們叫做所謂的前進部署 前進部署也就是把自己的軍隊部署在他國的領土範圍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前進部署 真的是沒有 你說英國這些東西那都是他自己的小島 或他過去的殖民地受管理的 在印度洋或者是在這個加勒比海 或在太平洋上面 然後呢在現在那個吉布地 吉布地基本上是開放給很多國家 作為這個對抗這個海盜用 OK 所以包含中國大陸包含美國 包含日本都在吉布地有租一個港口 軍民兩用但主要是針對海盜 所以全世界只有美國有所謂的這個前進部署 軍隊的前進部署 然後呢當地負擔所謂就是說駐軍的部分的費用 食衣駐行育樂 嚴格講起來以美國的軍事支出而言 這種所謂駐在國負擔 我講句子彈的話其實是小的 只不過它現在是要求你要分擔 因為美國其實它現在軍事支出 不受到很大的局限 它現在要基建計劃 要就業計劃 要這個家庭計劃 你再怎麼印鈔票 其實基本上這個項目它的分配 已經不是往就是軍事這個層面去 你軍事再怎麼樣去製造 中國大陸對美國的安全的威脅 但是呢都沒有辦法提到軍事層面 所以它為什麼在台灣問題上 要不斷的去製造的這樣一個威脅感 那可是呢你從北韓到這個釣魚台 到這個南海其實都不足以去建構一個 就是說我們需要花大筆的軍費 新型的武器的開發 然後甚至能夠說服這些國家能夠更進一步加強 就是說軍事的部署 都沒有到這個因為沒有這個必要 所以它這個時候軍費的維持 它就必須要這些國家去負擔 那就變成一個選擇 你要不要美軍駐留在這邊 從日本韓國它現在它覺得還是要 最大的威脅其實還是在北韓 還是在北韓 至於說來自於中國大陸在東海或者是海景 那個是一直把它當作一種最大的安全威脅 因為它真的越來越龐大的嘛 越來越強大的情況之下 它就感覺到威脅感 可是這個威脅感是就是具體而言 是基於對於它過去的這個歷史作為 或者是現狀的這些情況 它覺得其實中國大陸你真的會 軍事動武佔領這個比如說春曉油田 或者是釣魚台等等之類 它覺得那個並不是沒有可能性 但是呢應該遠遠應該是非常低 那最大的威脅還是來自於那個不確定的就是北韓 那它需要 那這個北韓牽涉到什麼東西呢 戰略嚇阻 也就是核子武器 這個戰略嚇阻呢 這就很困難啊 你就 因為戰略嚇阻不是所有的戰爭 第一 一開始就升高到這個核武攻擊嘛 因為還沒有真的發生過核武攻擊的這種 這種戰爭場面過 一定剛開始是一種小型的規模的 或者是說傳統武器的慢慢的擴張 然後變成這樣子就核武的 所以呢你就必須要有足夠的這個戰略嚇阻 從這個角度理解 但我提供各位了解另外一個東西 我們有時候對駐日美軍或駐 尤其是駐日美軍的理解 有一種叫做瓶蓋理論 瓶蓋理論啊 這個從60年代開始 就基本上其實 連北京這邊都有一定的理解 駐日美軍其實就限制了日本發展戰略武器 的一個很重要的限制 也就是戰略武器包含核武或者是飛彈 或相關的這個載具 或投射的這個能力 韓國一直被壓抑的就是說 你不能夠發展1000公里以上的這個飛彈 一直到最近才給他到大概 你要做什麼等一下我允許 我同意 對 因為他擔心韓國發射這個飛彈 就去打北韓的這個戰爭 因為然後38度線上都是我美軍嘛 對不對 也因為38度線上是我美軍 韓國人才 你知道首爾距離38度線多少公里 38公里 就剛好差不多40公里左右 從這邊臺北到基隆 臺北到新竹這樣的距離 所以呢 也就是說其實他們是把美國的戰略嚇阻 當作一種就是說保命丸 那但是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 也是對現在日本韓國要發展核武 或者是戰略武器 我講的是南韓的一種瓶蓋 就這個瓶子 把它蓋上去 對 你的天花板就到這裡 他就不會做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看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是多層面的 那也就是說當然這個東西就負擔 就會使得美國對於日本跟韓國 因為有一個駐軍 所以對他的軍事外交安全 甚至整個這個雙方的關係 都具有主導權 那這是這兩個國家所面臨到 就是在二次戰結束之後 你說是他們的選擇也好 還是宿命也好 都不是現在的這兩個國家 甚至能夠去馬上擺脫的 對啊 選擇也好 但是有時候能不能選擇 這因為歷史的宿命 可能就是這樣 這個這一艘所謂的飛彈護衛艦 就是最好的說明 船上說這是日本的軍艦 全部關鍵技術都美國 只有空調是日本的 不過我們剛才又再講到 討論的話題就是說 美國現在沒錢 沒錢你只要用各種方式去打 所謂的不管是恐嚇 不管是中美對戰散播恐懼感 還有一個什麼貿易戰 我們來看到貿易戰的部分 其實中美貿易戰也打了幾年了 最近有一個消息就是 之前美國起訴華為案的檢察官 他叫做肯德勒 他接管的接任了美國商務部的官員 應該是一個副部長的職位 結果是控制對華出口的關鍵職位 可是真的有用嗎 華為的確受到了很大的傷害 很大的損害沒錯 可是你看到全球的基地台設備 市佔第一名還是華為 還佔了30%蠻大的佔比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的設備價格就是比較低 CP值比較高 在中國自己內需市場也是很龐大 所以日本的經濟新聞就說 華為在歐洲大舉偵才 最近他在好幾個地方用了不管是高薪 還有建了很多生產的基地 意味著他有決心 我就繼續在跟你美國封鎖之下 繼續保持市場競爭力 這個更有意思 這是美國的財政部長葉倫 接受專訪的時候 他自己承認 他說美國當初對中國實施關稅時 思慮不夠周延 沒有認清問題的癥結點 跟美國的利益何在 他甚至說在很多情況下 關稅就是對消費者徵稅 我認為我們在作為某些狀況下 傷害了美國的消費者 對美國他本身在過去 他一直主張說一定要是市場經濟 那要尊重市場的規律 而且政府不能夠去補貼企業 一直在強調這一點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 美國一直在破壞他自己 他所建立起來的貿易規則 美國跟歐洲的國家 尤其是美國越來越多的 他們本身是由政府在補貼企業 沒錯 他們目前編列了好幾百億的預算 之前他是指控中國 你就是在補貼企業不公平 這個交易不公平 發展不合理 事實上美國他們在過去來講 他們是採用間接補貼法 怎麼說是間接補貼法 我舉一個例子 我想大家就會理解 例如說他們現在大學裡面 在大學 然後由這個政府的機構 例如說有可能由國防部 也可能由他們的科技部 然後他們去補貼大學 去進行某一些高尖端的研究 或者是由他們國防部 跟美國的著名的一些理工大學 他們就合作 然後呢就在學校裡面 就成立了一個 例如說某種東西的特種研究機構 然後在裡面一直研究 那這個費用都是美國的軍方 或是政府補貼 一直在支應的 然後等到他的那個產品 開發成功了 或是成熟了以後 他有的時候會轉變成為 商業上的用途 也就是說本來是開發軍品 到最後發現他有高度的商業價值 轉移成為這個商業的用品了以後 例如說我們的電腦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東西 當初都是屬於軍方的用品 轉移出去以後他們在民間 他們大發力士 甚至掌控了全世界的經濟的命脈 那你說他是政府補貼 還是非政府補貼 所以這個邊界線怎麼去劃定 是很難的 但是反正美國人他定規則 就由他說得算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話語權 但是現在的情況是 美國是公然的直接補貼了 我不演了我不中間繞一手了 我就直接給你錢 我就補貼你英特爾去直接發展 這個半導體 我補貼你空八 不補貼你波音 直接去發展什麼 他現在就直接給你錢了 那例如說德國跟法國 他們當初也說我們要守住這個 可是等到例如說 他們的一些重大的企業 快要破產了 怕被中國大陸收購 然後他們就由政府出錢 去買這個公司的股票 你說這是不是補貼 也是啊 就把你救起來 變成國營企業了 他就變成國營企業了 那這怪不怪 我想大家都知道 但是問題就在話語權 在歐美人手中 所以他說了就算 他說要補貼就補貼 他就是自由經濟市場 那他哪有事 因為所有的民... 你不相信你們看 現在有多少家 德國的以前的民營公司 官股現在佔很大的力量 所以他到底是國營的還是民營的 所以你就可以從這個角度 你就可以看到市場經濟啊 其實一碰到一些困難的時候 都那些原則都是假的啦 因為基本上來講 那就是用來修理別人用的 好 現在的美國面臨幾個困境 第一個他用了國家安全的理由 去打壓華為 因為華為在5G方面 在全世界他是領先 美國在5G是落後了 而且美國不只是落後華為 他連歐洲的那個也都趕不上 Nokia啦 Nokia 愛立信 他們都趕不上 所以對於美國來講他沒有5G 但是他就是不讓你中國的華為5G 那個獨霸或是讓你華為成長 他想盡辦法找了一個 那個國家安全的理由打壓華為 但是問題就來了 要完全切斷華為的生存發展 基本上不容易 為什麼 因為除非你這個國家很富有 也就是我願意用更昂貴的錢 去把我的4G整個都拿掉 然後重新建個5G 因為華為當初他是4G可以生 他可以是生長到5G 也就是他的一些裝備更換以後 就可以延伸上來 直接就地在升級 所以對於很多的電信公司來說的話 他的成本可以下降 不用重新再蓋什麼基地台什麼什麼 他不用重新建制 第二個呢 他這樣子的話對於消費者來講是 可以把我的這個費用降到更低一點 讓消費者得到好處 但是如果你這個國家比他有錢 那我就給你壓力的話 所以你看大部分的執行美國命令的 都是歐洲的國家 那他就認賠了 像英國就是 英國本來也在抗拒嘛 抗到最後英國也認賠了 那也就是說好 那我就不會再用華為了 那因此完全都不用華為的情況下 那他的通信費用就高了嘛 所以就轉嫁在消費者身上 消費者就要多付錢 但是有很多的國家並不是那麼有錢 他就不可能理會你美國的壓力了 所以你會發現在這樣的情形 在非洲 在拉丁美洲 在亞洲 這些國家 他本身就不會理會 因為你美國不可能給我錢嘛 就是你如果整個都把我買單 那我就認了 但是美國不可能做到這件事 就是華為就在這個地方中 他突破成長 再加上他國內的市場的支撐 對 內需市場就很大了 所以華為 而且再加上政府也在支持他 因為你看現在目前來講 中國大陸的5G的覆蓋率 大概在全世界來講 它的建設大概佔七成以上 所以全世界沒有人敢得上 這個5G這麼早 一直在建立的時候 它在工業的潛力 比我們民用的潛力還大 它最主要是在工業潛力 這個我兒子跟我講的 我後來才知道 因為我兒子學工科的 他就跟我解釋說 為什麼5G那麼重要 他說因為它沒有延時沒有秒差 所以他們可以在遠端 例如說他可以在家裡面 他可以直接控制工廠 例如說他已經在做一些 目前來講在國際界 已經在用的一些產品 然後他就可以在遠端裡面 只要沒有延時的話 他沒有延時 他可以直接操作那個機器人 在遙遠的地方裡面去做修正 過去我們要飛到深圳 或是我們要飛到 我們要開車開到新竹 但他現在可以在家裡面 就直接作業了 因為他沒有延時的問題 而且他沒有秒差的問題 所以你想想看 這個影響是非常的巨大 美國現在落後 中國大陸已經上來 現在美國最苦惱的地方 是在哪裡 是在於他的關稅 要不要這樣 要不要拿掉 那你也可以看出 中國大陸也已經活過來了 所以你要不要拿掉 關稅沒有把人家打死 反而讓我們的消費者 花更多錢去買東西 他已經活過來 剛剛永明也有講到 就是說中國大陸對於 美國的外匯的逆差 還是繼續在擴大到三千多億 那你擴大到三千多億的情形下 你對美國人來講 也就中國的廠商已經活過來了 那對美國人來講 他的苦惱是因為當初的這一些 關稅是轉嫁在消費者身上 所以美國的CPI一直在上升 美國的CPI一直在上升 那對美國人來講 你要怎麼把通膨壓下來 你怎麼把這個物價壓下來 關稅要拿掉嘛 關稅拿掉 可是問題就在於 你放的風放的這麼大聲 可是問題就是大陸無所謂 無所謂的情形 就不能把這個拿來 當作談判的籌碼 所以你看第一階段的貿易協定 第一階段 中國大陸在農產品這個部分 執行力很高 可是在波音裡面 一架都不跟你買 那你想想看 在目前來講的話 對美國來說的話 戴琪上台已經六個多月 快七個月了 我一直在強調 我現在戴琪現在是最快樂的事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事幹 薪水上拿 因為他一直想跟大陸談判 大陸連理都不太理你 應付你一下打個電話 然後就夠了 夠了 夠了 然後這樣子 所以美國的這些商務部長也好 或是財政部長也好 或是戴琪也好 就是你第一階段談判 第二階段的貿易 沒有人要跟你談 那你這個怎麼玩 所以我覺得 以美國的情況來看的話 就是大陸看起來 要跟你進行貿易談判 興趣缺缺 那你一直找不到一個口 來跟大陸進行貿易的磋商 談判 那這個還要拖多久 再拖半年 一年 明年就其中選舉了 那美國 如果拜登做不出任何成績來 他怎麼選舉啊 不過我們要講到 跟華為另外一個階段的例子是 台積電 台積電現在因為 這個晶片製程的確是領先世界 而且市佔率非常高 現在台積電好像說 你要去日本設廠 要去德國設廠 要在美國也設廠 南京廠也已經開始準備製程 下半年 明年就可以開始量產了 但是回過頭來 你看英國金融時報在講說 這是因為地緣政治的形勢壓力 台積電不得不往外拓展 結束了一個時代 就是說重心都在台灣的時代 連張忠謀自己都講 可是現在這個 因為政治的壓力之下 可是你要這樣時光倒流的做法 是不切實際的 花了數千億 許多年之後 你們這些還是無法自給自足 而且成本高昂的供應鏈 我不知道 老師你怎麼看這個 其實差不多十多年前 當鴻海的廠在深圳 不是有一連串的一些事件發生嗎 那個時候剛好中國大陸 也打算要從整個沿海省份 轉而去開發這個內地 內陸的這些西部的省份的時候 鴻海就開始一個策略就是 那我們就因為這些員工 在這邊工作辛苦想家 所以呢才會有一些 就是說這種情緒的問題 乾脆讓這些員工 到他的家鄉附近去工作 所以開始你就看到 從鄭州啊成都啊這些廠 尤其現在這個鄭州 那個叫做鴻富井這個廠 是去年2020年 中國大陸出口的第一廠商 那這一次當然在這個水災當中 受到蠻大的影響 廠本身還好但是當然整個鄭州的影響 會不會是半導體我覺得 因為當然鴻海做的是一些代工 不是半導體的這個晶圓生產 芯片的生產 其實在整個中美科技戰之後呢 以及再加上這個疫情 各國現在要把重要關鍵高端先進的 這些產業鏈拉的至少離本國比較近 不然到時候被人家掐住脖子了 對 或者是在本國之內 當然這裡面牽扯到很多層面 你牽扯到這個人口 人才的問題 這個產業鏈的問題 群聚效應的問題 成本的這些問題很多 你美國要設一個半導體的廠 光是員工的這個成本 大概就是在深圳的可能三倍到四倍 所以事實上只能做小廠 所以他才想要寄出什麼補貼計劃 希望你才做 因此要有這種就是說客戶端的這種需求 因此你在日本 德國 我覺得其實這也是一個新的趨勢 你也不是說現在是一個錯誤的策略 而是說其實這個趨勢 是在各國的政府以及這種開始凝聚的 比較短的 比較就是說 成熟技術的這一些晶片的生產 他希望比較跟他的這個 自己本身的這個產業鏈 比較接近的時候 因此他就需要去配合了 但是呢 真正關鍵成熟 你看他台積電的許多的晶片廠 其實還是以台灣為主 所以先進的製程還是在台灣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在整個 現在這種所謂的半球化 以及中美科技戰之後的 這種脫鉤效應 不可能全面的脫鉤 但是呢 以這種本土的 本國的這個產業鏈的 這種集中的這種趨勢 使得這些 這個包含台積電 這樣子的晶片製造 這樣一個高科技的 也某種程度 其實從各國政府的需求 到產業鏈的這種轉變的趨勢 以及自己本身的成本效益的考量 我覺得大概也是一個必走的方向吧 必走的方向 不過我看 可是張忠謀的這個說法 意思是說 可是你是真的能夠自給自主嗎 就他的角度來講 他是說 他是說如果你要像英特爾的 那個執行長那樣的講法 他是要求美國說 我們要建立一個完整的 這個根本不可能的 對不對 那你要合年合月 我想同時他也某種程度 是對中國大陸 因為也是希望說自己能夠 就是請這個全國之力 然後呢這個去公關 我們追趕上這個進程 全面性的 其實他是說這樣子的想法 尤其是英特爾的執行長 他那個說法 那個是不切實際的 那個是不切實際的 因為在全球化 那種分工的情況之下 有一些需要這種關鍵的 這個產業 需要你本國的這個配合 他的這種轉投資 這個是很可以理解 但是你要全然建構 起自己完全的一系列的 這個芯片生產的 這個技術體制 我覺得 江中文這個話 就講的沒有錯了 好 這個全球大視野的 前進戰略高定 歡迎大家繼續的 幫我們分享按讚